青岛输给新疆 这场比赛青岛遭遇到了大逆转 甚至在赛后 吴庆龙一直都保持了黑脸 这种情况下吴庆龙表态 上半场不错 下半场篮板球保护和内线防守 没有给对面太大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摩尔特里在下半场完全成为了主导者 一个人就击垮了青岛每一个内线 这是让人惊讶的一个情况 不得不说 自从刘传星离开之后 吃亏的是双方 因为他们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机会 张承宇也进行了反省 下半场攻守都没有做好 给对面太多空位三分的机会 会努力打好每场比赛 反正问题还是出现在下半场 因为新疆第三节就赢了41分 这样的得分足以证明青岛的防守 到底有多糟糕了 阿迪江在赛后则表示 重点人通过优势点带动其他点 摩尔特里和阿布都有针对性的组织 下半场通过防守拿回比分 我们打得很好 希望看到他们继续进步和成长 这样的话语足以证明一点 那就是阿迪江认可了球队攻守两端的发挥 差不多就是全面认定球队的进步 特别是替补席 他们还挖掘了伊利弗拉提这个骑兵 这是最大的一个惊喜 摩尔特里则表示 这场比赛对争夺季后赛席位很重要 我们开局慢热 下半场找到节奏 阿迪江鼓励全队 布置也非常好 赛后摩尔特里一直都在力挺阿迪江 当然这场比赛 阿迪江的发挥确实不错 他是能够有针对性的掐死对方的 特别是约翰逊这个点 就是用双塔来搞他心态 他也算是获得了一些救赎 你后 reporter 扬子它是约翰逊 我确脱子 Unter位置 够 atrás 我给你看看 就是随小约翰逊 再多束 更佛 保抠 boosting